那我们是在这个一家大型的超市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的新销链驾宾白侃兰呢 将这个超市当中完成我交给他的一系列任务 各位先来告诉你我们的摄像机藏在什么地方 买什么花你装什么卖花少年你 好好干活 第一台机器在这哦 第二台机器在这个地方 一般人是不会看到的 还有一台机位在这里 哎呀大哥你作为摄像师 你说你不好好工作你推一车菜 你满事逛什么呀你啊 看这里再看这里 好嘞各位一切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好全体的服务员热情的掌声欢迎白侃兰 服务员欢迎白侃兰 你别张扬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你的名声特别大 一会儿你在这个超市当中呢要完成一个 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就是呢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呢 跟一个陌生的女性去要她的微信号码 这个我能行吗我觉得 我觉得你差不多 但是我们有几项要求哈 第一你不能说我们电视台甚至在完成任务 第二就不能提你这边看难的事 明白明白明白 那你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应该是在什么程度上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 简单 哈哈白侃兰你以为你会所向披靡 我们瞧好吧 哎您好我给你打了点事行吗 那个我给你打了点事 就是您有微信吗 啊什么不需要啊 啊对啊不能加吗 那啥不能加呢 第一个就吃了闭门羹 白侃兰轻敌了吧 我们东北人可不好斗啊 您好 那个关注我们的 今天想要白 是吧 你好 白斩糖 对对对 你好你好 来买菜来是吧 对 行那 我去看吧 我上沈阳我看看这个 被发现了 让你嘚瑟 白白白白忙活 赶快去执行任务 记住不许说你是白凯男 哎哎您好您好 哎我问您点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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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点事 能不能 你有微信吗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号吗 因为我那微信上老有小笑话出来 可以看一下 哎呀 这真不价 被拒啊 心里是难受啊 被拒绝 哎白凯男 说了这么多年的相声 一身灵芽历史的好功夫 哪去了 赶快想折呀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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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